加油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我們這場是有進行全國直播的喔 你們的朋友也會看著你們在蠶屎 遊戲一開始 全部人低著頭 拿著鏟子狂挖猛挖 3 2 1 好停 可能上班上課都沒這麼認真 這是第一屆產黃金大賽 需要從貓沙海裡挖到道具神奇灰時 冠軍出爐 余先生挖了43顆 奪得冠軍 有沒有覺得非常的榮幸 有啊 剛剛就想說我要儘快把沙先撥開 然後儘快找到我的目標 然後該把它撈進去 超有創意活動就出現在亞洲第一個 獨立貓展世界貓咪博覽會 13號起一連四天在南港展覽館登場 除了這遊戲 連貓式瑜伽都能報名 穩定你的身體 使其雙手帶到雙方 讓平常服侍主子的貓奴放鬆身心靈 現場還有販售各種寵物用品 四天預估吸引四萬人朝聖 貓也一起跟來了 之前本來就會去寵物展 只是因為今天都是貓咪的 想說對貓咪會比較友善一點 如果說去一般寵物展的話會有狗狗 比較貓咪會更緊張一點 家家戶戶都有貓咪狗狗 確實全台寵物商機已經從2021年580億元 成長到今年破600億元 業者很有感 在我們貓系列的商品 確實是因為養貓人口的增加 所以我們也逐步的一直往上成長 我們最熱門的其實是我們的豆腐沙 不只毛孩的必需品 還有美容旅館到動物醫院 對主人來講也都馬乎不得 毛小孩延伸商機不斷擴大 TVBS新聞上面將尋聽台北報導